哈喽我是大夫 今天这期视频呢是一个热腾腾的斯芙兰开箱的购物分享 哎跟我这衣服好搭 这次呢我是直接去店里面把我想买的东西都买了回来 这样我想就可以快点的跟你们来分享我的一些使用感 然后今天呢也会跟大家推荐一些 就是我从上一次戴着以来到现在用到了一些非常喜欢的东西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赶紧来进入今天的主题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天我是在一个全新的背景下面录的 就是我之前是在我们家的那个卧室嘛 但是呢之前那个光源实际上是太太太不稳定了 就是一到下午那太阳就会直射 从那窗户直射进来 所以我决定就把我的化妆的所有东西都搬到了我们家另一个卧室 然后我现在呢就是用这个打灯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这样子就光源非常的稳定 而且试的颜色也会看得清楚一些 而且最关键的就是我之前这个化妆台是靠墙的 就没法在自然光下面去化妆 正好我现在对这个这个是那个窗帘 就正好现在我可以对着自然光 虽然它不是直射 但是也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光线 而且有了这个打灯之后 我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无论白天晚上 阴天晴天都可以录视频了 然后这次年初的活动呢跟之前有点不太一样 就之前好像是大家一起打85折 但是这次呢就是跟年底那个有点类似 就是入质8折 然后VIBR是85折 然后BI是9折这样子分三个阶段的 就分批的让大家去买 折扣码啊包括具体的信息什么的 我都会放在底下的信息栏 像大家应该也比较熟知了 所以我今天就不赘熟了 我觉得这次好像就是购物欲并没有特别的强烈 就不像年底的时候 就可能是因为之前像BG Blundels啊什么都有打折一类的 而且这次呢会以彩妆的东西为主 那首先呢就是 底妆控又买底妆了 就是这个 Dior的这个喷雾的粉底 之前就完全没有想过要买 但是我最近不是很喜欢那种比较有光泽感的那种粉底嘛 然后我今天在店里面看到了它 我就想 之前好像听大家都说这个上出来那个光泽还不错 然后我就试了一下 真的非常的轻薄 然后那个颜色感觉也还OK 我买的这个颜色呢是100号 就是它最浅的颜色 但是我上在手上 我发现它并没有特别浅 这个粉底其实我很久之前想买 但是呢 就是有一次我去店里面试的时候 随手拿起来 然后就这样喷嘛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那个喷头太给力了 然后就一下子把我这个手 或者是我离太近了 就一下子把我这个手这块给弄伤了那样 就红了好几天 所以我当时就对这个产品就有点恐惧 然后它里面好像有一个钢猪 但是先需要这样子去摇一摇的 这个好像不能带上飞机吧 感觉它有一个这个火的标志 就可能出门旅游什么的 可能不太方便带 我就先喷在手上 对而且我当时对它有点犹豫的原因 就是我觉得这个粉底会喷得满天都是 就有点不太好清理 好这个颜色就是这样子的 中性衣白的一个颜色 不偏粉也不偏黄 我现在脸上已经上粉底了 要不我现在把这边卸了 我们来试一下 那我就先把这边边的给卸掉 今天用的还是那个CPB的那个粉霜 我先来上一个这个primer 就是这个胶蓝的这个超级超级滋润的这个 这粉底真的光泽非常的强烈的那种 我在想是直接喷脸上还是先喷海绵蛋上再上 我先喷脸上吧 试一下 有点害怕 这个劝大家还是喷海绵蛋上再上 这感受太习惯了 好我先用海绵蛋给大家拍一看 而且这样子它真的超吃粉 刚才这一块就是刚才吸掉的那种 或者直接喷手上然后再上 这个颜色还蛮体亮肤色的那种 我还挺喜欢的 我基本上是一个黄1.5到黄2白的一个肤色 照相还是很自然的 然后有那种看见那种很自然的那种水光感 目前这样上我还挺喜欢的 然后像遮瑕什么的 我再稍微的补一下在这儿 看看它能不能遮住 这个真的有那种就是喷防晒的那种 遮个一半左右吧 对 目前来说呢 我还是蛮喜欢这种妆效的 就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我可以专门的出一个实测的视频 今天就是先小小的在脸上做一个first impression 然后我突然发现我还没有上唇膏 是因为我今天有买了一只唇膏 然后这个唇膏并不是什么新出的 就是这个Armani的200号 被誉为什么最美的吃涂色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试一下 里面的颜色呢 就这样子的 依然是它这个系列特别那种丝绒的质地 这个颜色蛮好看的耶 我本身以为它是那种很浓郁的那种颜色 但是你看上嘴就是薄薄的 然后很雾脉的那种 显白的一个颜色 就是很多那种吃涂色 它就会有一点点的显得人比较暗沉 非常的美 给大家对比一下 就是那个NARS的Slow Red 感觉有一点点的相似 Slow Red也是一个特别特别显白的一个颜色 但是它就是久了之后会有一些暗沉 这个就会偏橘一点点 这个就偏红一点点 所以这个上嘴之后的那个气色就会非常好 按理说应该是比较适合秋冬的一个颜色 但我觉得现在春夏也能hold住 因为它真的超自然 你可能每天上班的话也完全的OK的那种颜色 如果你最近也在纠结这个Armani的200号 我觉得真的不妨可以去尝试一下 然后呢就是我这次买的唯一的一盘眼影 其实我之前就有点想买那个Slow Red 就是新出那个Icon Palette 但是呢我今天去店里面仔细的试了一下 我觉得它里面的颜色怎么说 就是比较中规中矩 并没有特别特别的不一样 就是在其他眼影盘里面都很普通很常见的一些颜色 像那些蓝色绿色都不是特别的适合亚洲人 所以我那盘就放弃了 然后我这次买的就是这个 Make Up For Ever新出的这一盘 这个其实我当时就觉得好像看着还蛮普通的 但是我去店里面试了一下 就发现它真的很春天的那种感觉的一盘 然后里面就是这个样子 清淡挂的那种颜色 比较吸引我的就是它这一盘的粉质 是那种我很喜欢那种很清透的那种珠光 就很细腻 现在先给大家做一个试色 我这盘的颜色还蛮多的 一共有18个颜色 我现在先试一下 然后它像雅光啊雾面的这些颜色分配的比例 就是大概三分之一是雅光的 然后其他都是珠光的 这粉质真的非常非常的不错 这雅光深色 看这盘的颜色呢 就是这些 那这样试色下来呢 我目前觉得它应该是我自己就很喜欢的那种类型的眼影 底下这一排都是那种珠光里面 然后带一些那种小小的那种金色颗粒的那种颜色 就这种粉质是我自己还蛮喜欢的 中间这排就是比较正常的这种珠光色 然后上一排是雅光色 它还有一个巧思在里面 就是它这样子三个颜色都给你搭好了 等于你可以买到六组给你配好的这种三色眼影 所以日常来说也是比较实用的 非常的新手友好 就是它的显色力算适中的那种 然后雾面色也很好晕染 这盘应该是今年年初里面 出的一些盘子里面 我自己最喜欢的一个眼影 然后呢是一根眉笔 其实这个眉笔我在很久之前买过它一次 但是呢我好像当时只用了一次吧 也不知道怎么它就自己突然那个里面的芯断了 然后我就只能把它退掉了 后来就也再没买 就是这个Hourglass的这个眉笔 但是我最近就突然很想买这种砍刀型的眉笔 而且就很久感觉很久很久没有买眉笔了 所以我就想那就再给它一次机会吧 然后我这次买的颜色呢是Ash 就是我试了很久之后 我觉得这个颜色它是比较万能的一个颜色 就是它会有点偏那种棕灰色 它画出来的眉毛是非常非常自然的 它能不能试出来的 所以它就这样子的颜色 非常适合大多数人去用的 然后这个眉笔真的还蛮好用的 我记得我之前也挺喜欢它的 然后它这个眉笔的质感非常好 它是那种不锈钢质地的 就不像Anastasia什么 它是就是塑料的 这样子特别的有手感有质感 然后这边是一个眉书 这个呢我会持续的去用它 如果好用的话 而且它这次没有就是突然折了的话 我会在爱用品里面跟大家分享 然后呢是一个刷具 这个是Fenty Beauty的一个高光刷 这个高光刷就是好评非常的多 所以我这次也没有忍住我说我现在买回来一个试试 打开里面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上面有一个这种塑料的保护套 难道让我使用暴力吗 哦哦 就拽一下就拿下来了 就它这儿有一个弧度 就切脚 侧面我不知道它现在是不是压弯了 还是洗过之后 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不一样 那总之就是它这个弧度的话 就可以正好地贴合到这一块 在现场来试一下 然后用的也是这个Fenty Beauty的这个高光 这个高光我也非常的喜欢 然后我就用稍微闪亮的这边来 哦它真的 就是会 完全地贴到这个颧骨这块来 下子把这条颧骨打亮了 这个高光刷蛮好用的 而且它很厚 所以它上出来的那个细腻度特别好 像这里啊 也可以非常好的带到 吃一下鼻子 鼻子上应该就好像有点太粗了 手感会比我当时想象的好很多 我当时以为它是一个塑料感很强的那种 因为它这个刷毛也是塑料的嘛 我想鼻杆可能也稍微有一点轻飘飘 这儿是金属的 而且它这个塑料的这个质感是那种有一点磨砂的 所以摸起来的手感还是挺好的 然后这个颜色也很好看 这个高光刷出乎意料的非常喜欢 那刚才呢就是我这次买的所有的彩妆品 东西真的不是特别多 但是我觉得每一样都非常非常的满意 然后呢就是两个护肤品这两个都是囤货 我之前在去年的那个年底 那次斯芙兰打折那支视频里面 我会把它link到这里或者link到下面 就是那支视频里面我有非常非常详细的说 我去年的最喜欢的十样top10的彩妆品 然后还有我就是无限回购的一些护肤品 然后包括一些我真的不能没有 就是此生至爱的一些read or die的一些彩妆品 如果你想知道我特别至爱的一些东西的话 可以回去看那个视频 首先囤的就是Tatcha的这个喷雾 这个几乎是我每次打折都会去囤的一个东西 水跟精华的混合体 然后喷在脸上真的就特别特别的舒服很保湿 但是它就是用的太快 而且价格又不便宜 所以我真的希望有一个什么东西可以代替它 对就不用再让我回购它了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非常适合 就如果你皮肤比较敏感的话 或者是你最近正在找一个就是很基础 就是完全只有保湿这种基础功效的面霜的话呢 你就可以去试这个自生堂的这个 好像是去年还是前年就是新出的一个系列 然后这个系列主打的就是维稳 就是在维护你皮肤的很好的一个状态之下 然后再给你的皮肤增强一些抵抗力 这个面霜我已经用了好几罐了 真的非常的喜欢 尤其是我觉得它很适合当做沉间的面霜来用 就沉间我不想用那种很厚重很忽敛的 这样可能会去会影响我后续的上妆啊什么的 像这种就很快的吸收了 然后也会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保湿的那种感觉 然后这个是有两款的 一个就是我这次买的就是偏cream的那种质地 然后另一个呢是偏gel的质地 这两款我都有买过 其实那个gel的那款是我之前买错了 所以我就不得不用 但是我自己会比较喜欢cream的那种质地 就用起来会比较有安全感吧 像gel就感觉它就瞬间换化成水 然后我昨天晚上呢也在网上下了一个很小的单 就买了两样东西 一个呢我都会打在这里或者这里 首先呢就是一个dry shampoo 这个dry shampoo呢就是我用了很久很久 就是我在我所有用到的里面 我觉得它是最最最好用的 但是我最近不是把头发给剪了嘛 所以我基本上每天都会洗头 所以用它的机会并没有特别多 但是这个呢完全不是给我买的 是给我老公买的 他真的非常喜欢 就是他如果头发长一点 然后就比如说泛懒没洗澡的时候 他就特别喜欢喷这个 之前那罐呢也被他给用完了 但是我现在手里已经没有了 因为就是他用完之后就给默默地扔了 这次呢就补货了一个这个dry shampoo 那第二个呢就是一个Hourglass的一个唇膏 因为这个唇膏我知道它非常的火 所以我觉得店里应该买不到 就是这个Hourglass的这个烟管的唇膏 然后色号是I've been 那这支呢就今天没办法给大家试色了 那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会放在无论是购物分享里面 还是爱用品里面跟大家再仔细地说 那接下来呢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就是我自从上一次打折到现在这大概半年的时间里面 用到的一些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些产品 那首先呢就是我也在年度大赏里面跟大家说过的 这个娇蓝的金箔妆钱 其实我自己平时真的很少很少上妆钱 就是我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懒的人 但是如果你很喜欢用妆钱 而且你又是偏干皮或者是很沙漠的那种皮肤的话 你真的一定要去试试这个 上起来非常的水 在皮肤上面瞬间的换化成水妆 但它又不会就是浮在你脸上 它就会很快的吸收 然后你的脸就会变成那种很保湿 很刀刀的那种水感的那种肌肤 然后它这个颜值啊什么的 我觉得都是满分的一个妆钱 就它虽然里面有金箔 但是挤出来上脸就那个筋膜就会化掉 也不会在你脸上留下一些什么筋片啊什么 然后呢就是这个ShelTuber这个遮瑕 这个之前也说过很多次了 我真的超级喜欢 就它上开之后 真的会瞬间的跟你自己的皮肤融合到一皮 它的那个遮瑕力真的非常的高 它就真的 你看瞬间这边 是不是有那种瑕疵都被遮住的感觉 又轻薄然后遮瑕力又高的那种 就有的时候我都会把它直接当底妆这样蹭紧 就在瑕疵的地方稍微蹭一下 然后海绵蛋拍开 然后稍微定一下妆就可以当底妆来用了 但是这个当底妆实在是不太那个 因为它确实用得非常的快 这个包装就是有点小问题 就是海绵嘛稍微一点不畏生 它就会弄的到处都是 我比较常用的是这个3号色黄调 然后1.5或者100的这么一个颜色 你想再去做一个体量的话 你可以去买它们那个2号 然后这个呢是4号色 这个颜色就会很偏橘色 然后就比较适合去修正一下 这个黑眼圈 这款呢就是我近半年以来用到的 真的是最最最喜欢的一个遮瑕的产品 然后呢就是这块NARS的这个裸光蜜粉饼 这个蜜粉饼呢 我觉得非常适合现在买 因为它真的很适合春夏去用 它是那种特别特别细腻的粉 就你这样子上 基本上都看不出来有粉的那种 上脸之后它就会给你的脸有那种 一下子让你那个脸就平滑了 就是摸起来有点像那种撕断的感觉 因为我是干皮嘛 如果我用太多量的话 我还是会感到有一点点那种干 但如果我觉得你是油皮 或者是很什么油甜的话 你应该会非常非常的喜欢 它真的那个持妆的效果 定妆的效果真的很好 它里面就是有那种特别特别特别细腻的 就是你靠的特别特别近 你才能看到的一些很细小的那种 微微亮的感觉 让你的脸整个都很清透很漂亮 然后有一个特别自然的那种光泽 所以这款蜜粉饼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产品 然后那就是一盘眼影 这个眼影呢 其实我是特别特别久之前买的 但是如果你有关注我的微博呀 或者instagram的话 你会发现我最近一直一直在用它 就是这个 Too Faced Just Peachy这盘 我最近就在想 我为什么买了这么久 到现在才发现这盘是如此的美丽 之前就 它完全就放在我的那个柜子里面 就在那尘封着 太太太适合春天去画的一个盘子 它的特点就是 非常的独一无二 然后它里面颜色都是这种 桃子的那种 鱼粉的那种颜色 然后给大家试几个 我在里面特别喜欢的一些颜色 然后可能是我刚才就是 用那个卸妆镜擦了一下胳膊 所以现在可能稍微有点影响 这个颜色真的太美 这个还有这个 它浑染眼窝的时候 就你感觉整个一下的那个眼妆 就变得特别特别的温柔 每次会用到其中里面的四个颜色 这样深浅搭配 然后就可以画出一个特别有层次的一个雅光的一个蜜桃的妆容 如果你比较喜欢用雅光眼影或者你觉得自己的眼睛比较肿 比较抛的话 然后找一盘雅光的眼影去画 真的要买这盘真的太美了 他们家那个蜜桃的那个就是珠光那盘我也特别喜欢 就特别适合在春天拿出来画 他们家的这个桃子的色系 我觉得是其他的品牌就很难调出来 真的非常独特的一系列的颜色 然后呢就是我最近这半年非常爱用的一个组合 就是这个Shelotuber这个Pillotalk这个组合 每次我把这两个就是一组上在我的脸上的时候 就觉得今天就妆容真的特别的就是那种裸橘裸粉的感觉 就特别有气质而且特别的显白 如果你是喜欢那种很清淡 然后很自然很有温柔气质的那种眼影的话 就可以去试一下这一盘 同系列的腮红呢我自己也非常的喜欢 然后它外圈是这种雅光的腮红 然后中间是有点带那种珠光的 所以它这样混刷起来就是像那种带高光的那种腮红 所以就如果你实在懒的话 你就可以忽略高光这一步了 就是这样子很裸粉的一个颜色 然后里面就带着那种很细腻的光泽 我现在上在这边给大家看一下 对然后我刚才自然光下面看了一下 那个粉底真的超级好看 就是那种陶瓷兮的感觉 我不知道它就是持妆度怎么样 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真的很想给大家做一下实测 这里面它是有那种很淡很淡的那种光泽在上面 如果你不要在乎它可能会显毛孔的话 这款可能还是要慎重一点 裸色蜜桃的那种感觉 然后再加上这个Pure Talk这个粉粉橘橘的这种眼影 就整体看起来真的很有质感的一个妆容 然后呢就是这根SERAT的睫毛膏 还挺冷门的一个产品 但是我自己用下来之后真的非常非常的喜欢 它画出来就是我最喜欢的那种睫毛的效果 根根分明 你无论刷多少层 它都不会让你的睫毛粘连在一起 然后就很纤长也很持久 爱不晕染 记得他们家应该有两款睫毛 所以大家不要就买错 它里面的头是这样子的 就有点像那种螺丝的那种感觉 然后我会把链接都放在下面 然后呢是一个高光 这个高光呢我真的要立刻跟大家推荐 因为它现在已经进入seal去了 我觉得可能如果再也不买的话 可能就买不到了 就是这个Cover FX的这一盘 无敌无敌的性价比的这么一盘 我也很少看到有人推荐它 然后它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进了seal去 但是它里面的这四颗高光真的超级的好用 然后它上面这两个是有点偏那种高体的那种高光 然后底下两个是粉状的 然后这两个稍微偏粉一点 然后这两个是稍微偏那种香槟色一点 就是米色那种 让这个给它试一点 哦你看它这个高状的水光感真的特别的好看 高状的这个高光我真的觉得特别好看 波光灵灵的那种 我现在用一个这个 然后我们来 可能我刚才这块已经有一点那个腮红的那个高光了 可能看的效果不是特别的明显 但是你能感受到它那个水光感吗 真的非常的细腻 而且你看我现在用在粉状之后 它也完全的跟我自己的皮肤融合 像这种高状就特别适合上鼻梁这里 就会有那种很自然的立体挺拔的那种 这盘它本身已经半价了 所以如果再打八折的话真的很值 大概就十几块钱 二十块钱就可以买 然后呢就是这个Dior的这个620的这个唇膏 这个唇膏是我最近真的特别特别喜欢的一个颜色 我觉得它是所有我所有的奶茶色系的唇膏里面 最好看的一个奶茶色 有橘调然后又有棕调的那种 然后它也是这种比较漆光的质地 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这种质地 然后我现在把这个尔曼的200系列给大家试一下这个 真的超级好看 特别标准的那种泰式奶茶的感觉 然后这样子薄涂一下 就立刻有那种很显白 但是很有气质的那种颜色 调的非常的特别 就这两个月我真的特别特别喜欢用它 然后它这个质地也是我很喜欢的那种漆光的质地 然后也不是甲油润 它就是真的会很滋润嘴那样 但是这个唇膏有一个很致命的缺点 就是它的味道 上嘴之后都会闻到的那种 很老式化妆品的那种感觉 如果你很介意这点的话 可以先去柜上闻一闻它这个味道 再决定要不要买 然后呢是一个护发的产品就是这个摩洛哥的这个护发油 这个我之前回国的时候在双十一淘宝里面就有买了一个组合 我其实当时也跟大家开箱分享了 之前国内那瓶我就直接留在家里就给我妈用了 因为她也头发也很干也很需要那个 而且北京的天气就很干燥嘛 然后我自己回来呢又买了一瓶 但是我最近不是剪了短头发吧 所以用它的几率可能就没有之前像头发挺长的到基本上到这儿了 而且我之前回国的时候就是底下又补染了一下 就都染成黑色的了 所以底下的头发是很毛躁很干枯的那种 是我用到所有的那种护发的产品里面的油类的产品里面 它真的是非常好用的一个 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没有那个泵头 但是国内我记得当时它好像是送了一个泵头 然后它里面就这样子黄黄的 然后我每次就是把它暴力的搓一搓 然后再头发这个中下端这块抓一抓 因为我这里会比较干燥 就是它会很轻盈的去上在你的每一根那个头发丝上面 然后这类护发的产品 就尤其是像这种cream质地啊 或包括这种油类的质地 我最怕的一点就是 因为我是一个头发特别特别爱出油的人 就我一天不洗头 我头发就油的不行 我当天晚上有用到一些比较很油的产品 我可能第二天中午头发就油了 但是这款它完全没有这个问题 头发该什么时候油 它就是什么时候油 而且它就是整体让我觉得头发有那种很滋养 并不是那种抹的什么东西 然后让你觉得整个头发粘粘的 它整体吸收的那个效果是非常好的 然后就是它的这个香味 如果你对香味很敏感很敏感的话 你可以去闻一下 它是一个还挺浓郁的一个 好像有一点花香的感觉 现在进入了夏天嘛 这头发也会太阳晒着什么的话 也会变得比较干燥 这个白盖它是有点偏light的质地 因为我自己头发很爱出油嘛 所以我不敢买那个正常版本的 如果你就是头发特别干 而且不爱出油的话 你就可以买它就是正常的比较滋润的那一款 然后这个我记得好像是有一个套组的 可能如果合起来买套组 然后再打折的话应该会比较的滑 那接下来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些 就是我买到的一些 最近很火 然后讨论度很高的一些产品 但是呢我自己用下来之后觉得 就还OK 希望大家谨慎的去理性的去拔草的一些东西 好那首先呢就是我买到的我最不喜欢最不满意 我认为大家最需要去理性的去选择的就是这个NARS的这个腮红盘 就是这个水波纹的这款 首先就是它里面的这个高光的颜色 它是一个有点偏粉色的高光 就可能这样子看感觉还是一个蛮OK的一个高光 但是上脸之后非常的就是卡 如果你稍微毛孔有点粗大的话 它就会立刻的显现出来你这个问题 其次呢就是它底下这三个颜色 实在是太太太不日常了 这真的是特别的黄皮不友好的一些芭比的一些颜色 上面这两个颜色呢就你这样子看还OK 但是我觉得上脸之后也没有说让我觉得特别的显白 第三点呢就是它这个跟我之前买的那个NARS的六色栽红 有一个同样的问题 就是它很难晕开 它很容易在你的脸上就结成一坨一坨的 就无论你怎么推它就只是在中间的这一块 所以就很像那种就是动画片里的卡通人物的那种腮红 这一盘真的是不太满意 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买到的那些NARS的盘子 都让我觉得没有他们家以前的那些眼影啊 或者是像那些修容高光盘做的好 而且我发现就是一道斯芙莱大折 在前两周两三周 然后他们就会出一个新的盘子 像这次就出了一个高潮的一个六色的盘 但是几次买它之后我都觉得非常的差强人意 所以大家如果对这改善的话真的要去店里面试 然后呢DORNARS在今年年初出的这一盘 Skin Deep的这一盘 当时我也是看到它的配色 觉得哇这种大地色巧克力色就百分之一百是我的财 然后我当时就毫不犹豫地把它买下来 然后我今天眼睛上用的也是这一盘眼影画的 可能没有刚才那盘那么的让我觉得不是很好用 它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它是一个 基本上都是一个冷色调的一个大地色 如果你可能是一个新手啊 或者是你觉得画冷色眼影会容易显脏的话 这盘真的完全没有必要买 就你可能看到这些比较暖的这些颜色 就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画出来总觉得有一点点那种冷掉的感觉在 就是会有一点点那种土色 而且会显得比较脏脏的感觉 包括像它这些珠光色 我也觉得就是没有办法去提亮我的整个那种眼皮 就没有一个主色是特别特别让我惊艳的 这两个就是里面最浅的这个提亮色呢 其实这个颜色还蛮好看的 然后这个颜色它也是一个冷掉的那种珠光色 基本上没有办法让它画出一个比较温暖的一个大地色 就除非你是很喜欢冷色调的眼影的人 那你可以去收它 然后它的粉质什么的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就只不过是它这个颜色的这个问题 然后呢就是最近特别特别特别火的一个唇膏 就这个Bobbi Brown的这个Hot Coca这个颜色 当时也对它抱了特别特别高的期望 本身就特别喜欢Bobbi Brown的唇膏嘛 看大家的试色就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看的一个那种 奶茶色把它画在这儿 给大家对比一下也是同样这种奶茶色系的这个620 就明显它里面的橘调会重一点 所以它画出来就是那种很显白的颜色 这只我每次画上的时候都会觉得 就整张脸会觉得很暗沉 可能是它里面的这个棕色调的调调太重了 所以就显得我整个人好像就是气色不太好 就无论是薄涂还是厚涂 像中毒的那种颜色 所以我自己在我嘴上用下来之后没有说那么那么的喜欢 如果你也在种草这个Hot Coca这个颜色的话 可以去店里面试一试 这只Smoothie Move呢我就还蛮喜欢的 它就是很日常的那种豆沙玫瑰色 但它也不是那种特别特别突出的那种颜色 但是就很适合上班族每天去用的一个颜色 然后呢也是我最近买的一个很网红的一个唇膏 就是这个Nurse的Aragon 当时在店里面试的时候 我就觉得太太太美了 就怎么会有这么好看的颜色 就上嘴一定是非常非常美的那种标准的奶茶色 然后里面有点点那种橘色调调 它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就是它在上妆一两个小时之后就消失了 就无论我有没有吃东西有没有喝水 然后它自己就跟我的嘴唇融在一起 但是它在刚上嘴的那个几分钟之内 真的是还蛮显白蛮鲜亮的一个颜色 那在视频的最后呢想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抽奖 那这次的抽奖呢非常的简单粗暴 就是一张50刀的斯芙兰的gift card 然后你可以去买任何你想买的东西 那这个gift card呢只限于大家在北美地区的斯芙兰用 然后我现在不确定我怎么买那个加拿大的斯芙兰的gift card 然后我到处会去研究一下 那抽奖的形式呢也非常简单 就是关注我的频道 YouTube频道 然后给这个视频点一个赞 然后最后呢再在底下随便的留言就可以 那我会在一个星期之后呢抽出这个奖品 希望大家踊跃的来参与 好那今天的视频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话呢 也欢迎大家订阅起来 然后也可以去follow我的instagram 还有小红书还有微博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